來台南玩 一定要喝的手搖飲品 像我們今天兩點多來 已經全部賣完的 他們最經典的抹茶 一杯要一百二十五塊 這是台南最近手搖飲品裡面 算是小完美的感覺 它很像那個 凍豆腐 跟你講我真的 沒有開玩笑 這麼厲害 台南的手搖瘋到什麼地步嗎 賣貢丸湯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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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卡哈 我們現在呢 人在台南的國華街 身為呢 半個台南人啊 終於回到我的故鄉了 再加上呢 大家都知道我是什麼 飲料鼓掌 沒錯 台南的手搖飲 我怎麼可以錯過呢 對啊 之前都拍台北的 台南的手搖 我已經蒐集了很久 但是就是一直沒有機會來拍 台南的手搖飲 真的非常的厲害 其實有很多厲害的手搖品牌 都是來自台南 真的嗎 童星 直蘭 男的魔手 很多都是來自於台南的 好厲害喔 所以呢 今天要幫大家統整出幾家 來台南玩 一定要喝的手搖飲 有一些不是連鎖店 也有一些是好不好 那我們這集影片 就來一起喝飲料吧 第一間呢 就來介紹我在台南最愛的飲料店 換茶餐 那這家飲料店一定會放在我來台南玩的口袋名單之中 他們家一定要點他們的 白玉團子 其實白玉團子呢 它是每天都有限量的 像我們今天呢 兩點多來 已經全部賣完了 沒錯 大家一定要提早來 好不好 最有名的 其實是這個 抹茶拿鐵 另外一個我自己很愛的 是他們家的賠茶 他們家的價格呢 其實不便宜 因為一杯 最便宜的可能都要 六七十塊以上 他們最經典的抹茶 一杯要一百二十五塊 這一杯賠茶的話 要八十塊 他們家呢 是走一個 中式茶的路線 我們就先來喝喝看吧 如何 我覺得有一個很厲害的點呢 就是說 他們都是用日本茶的茶粉去磨的 那他們磨的方式非常的細緻 他們是用 粉去 加熱水去把它搓開 然後再加上呢 其實你們喝下去之後發現 它的甜度是來自於 牛奶本身的甜 主要是呢 我覺得它的茶 有一種現膜的感覺 對 它這個現膜感 會讓你喝起來 會覺得說 高級很多 而且不會讓你覺得 它是一個手搖 它比較像是 你在認真的咖啡廳 會喝到的抹茶拿鐵 或是焙茶拿鐵 然後我們來喝看看它的 綠抹茶 是不是很好喝 有高級對不對 他們也有賣日本的純茶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們不喜歡喝奶 或是你們喜歡喝更清爽的話 可以喝看他們家的純抹茶 或是說蕎麥茶 蕎麥茶的味道很香 有一種培味 像這一杯抹茶 我覺得喝起來 有一點微微的抹茶的苦 但125可能啊 我還是會稍微考慮 可是不是 因為你去喝連鎖的抹茶 就是甜膩啊 就算再大杯這樣一杯 你可能不一定喝得完 但這一杯是 你喝得出它一層一層的層次感 我覺得這已經算是一個享受了 跳脫手搖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 細節都做得很到位 有一些日本比較特有的一些 植物 或是花卉 然後整個風格 我覺得細節處理的很好啦 對 就覺得這家店 擺在這一個介紹 OK吧 OK的 那我們就下一家囉 接下來呢 喝喝看這個 波哥最有名的 綜合腥味 就是中杯的話是45塊錢 它就是主打什麼都有 而且它料超滿的耶 而且那個 腳感 對 嚼勁 很清爽耶 終於知道它台南會紅了 台南真的很熱 它的檸檬是可以讓你 在很炎熱的夏天喝這個的話 會覺得有點節眩的感覺 你的嘴巴很複雜 你知道嗎 它有那個檸檬 再加上它有凍類的 它不會讓你覺得說 你在喝的時候 只有大珍珠跟小珍珠而已 那這個是什麼甜度 我是點微微的糖 因為我覺得這個如果無糖 它就會酸 你有酸的話它就要甜 這一個我覺得推薦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小珍珠是那種 白玉珍珠 嗯 所以它的珍珠其實本身 不會有太多的味道 會影響到飲料 跟凍類的比例也算是蠻剛剛好 好喝耶 還難讚啦 而且這樣手拿一杯 其實在路上走 其實就可以很解鎖的喝完 給關太膩口 推薦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另外一個 我跟你講這個是台南最近首謠飲品裡面 算是小王美的感覺 這一間店呢叫做九川 然後它的裝潢呢也是走這種 有一點小日系文青 清新的感覺 我來喝看看好不好 畢竟你知道飲料補掌 有認真過才是真的好喝 它其實這一間店主打的是 它的粉餃跟珍珠 粉餃這種東西呢 我自己個人 很難給出高分 除非說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覺得粉餃要做的好吃 有一點難度 要嘛就會太硬 要嘛就會太軟 那我們就來喝看看這一間 聽說很紅的九川 OK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進來了 這個九川 跟珍珠我覺得九川很厲害的一點 就是說 它有做一個內用區 那我有點一份 他們家的紫心粉餃鮮奶茶 是60塊 還有一個是 奶豆腐鮮奶茶也是60塊 他們兩個區別呢 其實只有在裡面的料不一樣 但是其實呢 它的基底 奶茶都是鮮奶茶的茶底 我們就先來喝看看它的 奶豆腐鮮奶茶 欸很酷耶 我沒有喝過奶豆腐 是像奶酪嗎 不一樣啊 我一直吸不太到它的奶豆腐耶 它不是那種絲滑的奶酪粉 很像是脆脆的東西 它很像那個 凍豆腐 補麵有一點凍豆腐的感覺 別人說是板豆腐 因為凍豆腐是結凍的 所以它是板豆腐的口感 它的奶豆腐啊 喝起來的奶味很重 比較偏扎實型的那種口感 我覺得比較 我覺得還好一點是因為 我覺得它做太硬了 但它做這麼粗的話 其實我覺得在喝的方面 有一點就方便 像我們喝那麼多 但是我們一直在喝奶茶 其實它的奶豆腐還剩這麼多 下一個 我會出錯的啦 紫心粉餃鮮奶茶 它的粉餃呢 它們好像是用紫地瓜去做的 所以是紫色的 我對於紫心粉餃 原本第一開始的印象是 我以為會有那種很濃的 芋頭味 或是紫地瓜味 我覺得目前嚼起來 沒有太大的感覺 咀嚼器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算是好吃的粉餃 因為它的粉餃不會讓你覺得說 太塑膠感 可以不要對紫心粉餃有一個想像 如果你就說它就是粉餃鮮奶茶 我就會給過 但是加上紫心 你就會對它有一定的期待 它的基底呢 是用西蘭紅茶 再來用黑糖 鮮奶茶會有一點微微的香味 但是它的鮮奶茶是很好喝的 我喜歡它的鮮奶茶 接下來要跟大家推薦一個 叫做 瘦奶茶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那種 自己手工感一點的 然後它這邊呢 很貼心的是 它如果你在內用這邊 它是有他們自己的杯子 所以就有厚的玻璃杯 可以直接在這邊喝飲料 我覺得也可以當作一個 小小的咖啡廳的感覺 對 然後我今天點的是 台湘黑金奶蓋 算是他們家比較貴的品項 是 然後奶蓋我剛剛看到 它有在旁邊用咬的這種方式 下面是奶茶 是他們家最經典的西蘭奶茶 那上面呢 是黑糖在上面 我跟你講 我真的 這麼厲害 它的厚奶 真的厚 它厚到已經不是飲料的厚 它很像是奶霜 來 丁丁喝看看 對不對 對不對 它不會很粗 然後你中文是你喝它的 奶茶的底很香 它沒有那種香精感 這家可以 很好喝 而且我跟你講 它周圍的環境 綠化的很漂亮 對 它整個設計超美的 我覺得這有打破第一家耶 他們黑糖是有先用柴火 炭火去燒 然後去炒 其實你可以看它的焦糖 就知道它的焦糖顏色偏深 那個黑糖是 台湘黑糖 它是賣得完的黑糖 它一年只收三個月了 有點微糖少冰 但是你不會喝到那種 很稀釋的感覺 這個純奶茶 如果會長痘痘我也願意 如果你只有一杯的Coda 我覺得這一杯 你愛喝奶茶的一定要朝聖看看 嗯 真的推 欸留一點給我們啊 那個奶蓋的部分 欸欸欸欸 接下來下一間呢 叫做同路 然後呢 剛剛我已經遇到好幾個粉絲 他們就說 欸你不要喝哪一間 他說這一間的黑糖波霸鮮奶 讚 然後這一杯的話是65塊大杯的 它不能調糖度 因為是黑糖的甜 所以它是正常冰這樣子 我就想說怕太甜了 我自己是蠻愛喝黑糖波霸啦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 手炒黑糖的味道 我們先做好心理準備 可能會很甜 我想跟你說這個 好 我們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嗎 喔 喔 來了來了 誰來了 黑糖來了 你要形容這什麼味道呢 它是帶點苦味的黑糖 我現在平常聽說 不喝甜的朋友 千萬不要喝這杯 自己看它的顏色喔 它的黑糖是黑到把奶茶都染深的那種感覺 那我懂你說的苦 因為後面真的有出來 有一個青 焦糖的味道 在很後面 你要怎麼形容這個甜呢 它就是你在吃布丁 最上面的黑色那一層的部分 這杯喝下去 痰會很多 如果你真的平常愛吃甜食的 有在喝甜的 配喝這一家 好不好 我覺得這一家還不錯 他們的羊桃也聽說還不錯 還有一個甘蔗青 這個如果你要喝完一整杯 會不會有點負擔啊 我建議大家可以點正常冰 因為它真的太甜了 對 不喝甜的 我就不推薦給妳姐家 這就是妳姐PASS 真的 好嗎 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了下一間店 然後這一間呢 叫做老邱 這一間呢 也在我的飲料清單裡面 它不是很有名的 然後也不是在一個很熱門的地方 我跟你講最厲害是什麼 台南的手要 瘋到什麼地步嗎 賣貢丸湯 那個貢丸湯是什麼 你沒喝過貢丸湯嗎 沒有啊 貢丸湯就是豬腳肉做成的丸子有沒有 我真的有貢丸湯 你說這裡賣貢丸湯 怎麼可能 那貢丸湯可以調甜度嗎 那貢丸湯 你講錯了 這間店的老闆也很有趣 他的飲料有一家 我自己很想喝的是 甘霖涼清 甘蔗的甘 檸檬的淋 涼爽的涼 清茶的清 然後呢還有一杯叫什麼 喬奶 對 喬奶我一眼從對面馬路我就看到 它超大一個 你就來喝看看好不好 好 台南飲料店到底可以多奇怪 我們點了綠姑娘來 喝的時候不要搖 人家不是都說她先搖過才能喝嗎 你不要這樣 大概在腰的位置 想像成一個姑娘 對對對 然後先稍微一下她的腰量 人家總之知道什麼叫插到鼻子 然後馬上 看老闆操作一下 差一半一半 真的是綠的耶 怎麼樣 怎麼樣 你喝了你就懂我在講什麼 我懂他為什麼要叫我那個 不能咬的原因了 有喝到嗎 他有跳湯 對 好酷喔 裡面有加薄荷 然後還有跳跳湯 我覺得是不是有柳橙 沒有 有 有一點水果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是什麼 他說商業機密啊 其實商業機密 你們已經講出來 好喝喔 這個我第一次喝耶 好喝耶 真的很酷耶 這個很強 而且很適合夏天的時候喝 或是天氣很熱的時候來一杯 我覺得喝下去有一種 薄荷的那種涼感 會在喉嚨那邊 然後你只要在喝第二口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股液體這樣子 流下去的感覺 然後最後那個舌頭 嗶嗶嗶嗶嗶 老闆我想問你們開很久了嗎 沒有耶 我開一年了 4點其實 還滿久了 還滿久 那你喝另外一杯 這個概念是這樣 就是我跟客人說 甘寧娘親 然後客人跟我說謝謝 甘寧娘親喝看看好不好 我只能說綠姑娘太厲害了 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很基本的飲料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喝 然後你可以喝出來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酸會跟青茶有點結合 其實沒有像想像中那種 有時候我們會喝那種 甘蔗綠茶 會那種很甜的甘蔗茶 不是 我覺得有一個甘蔗的渣感 那就是我覺得 你在吃美食的時候很適合來一杯 對 如果你這時候 配一杯奶茶 你可能會覺得太膩 但是這一種茶 就是覺得說 可以解解那種油膩的口感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喝看看 綠姑娘 你們自己來喝看看好不好 OK 各位 今天飲料鼓掌呢 這半天的巡視啊 我覺得 非常的滿意 真的 我今天喝了幾杯啊 應該有十杯吧 我覺得喝下來 很棒欸 這一集真的好精彩 剩為一個飲料鼓掌 我真的覺得台南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厲害的地方 而且我今天介紹的都是一些 對 很多沒有喝過 那你們自己講兩個 你們覺得印象比較深刻的店好了 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一定是老秋的那個跳跳糖 那個叫綠姑娘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九川的那個奶豆腐 我真的很念念不忘欸 那克萊爾覺得咧 克萊爾覺得 瘦奶茶 對 因為那個奶茶很薄 而且它的氛圍感也很窄 有一種那種很森林感 然後很原始的感覺 對 好難選喔 真的很難覺得 但我覺得瘦奶的那個瘦奶茶 我今天喝的那一款 我覺得是以那個新鮮度來講 然後還有它很小眾 對 但是呢 它的品質又做得很高 我其實原本以為 剛剛已經結尾了 但是老秋一個蹦出來 直接蹦出一個新高度 真的 你知道 飲料鼓掌 我原本都是覺得 我是一個非常保守的路線 我在側邊直接 內心被開花了 你知道嗎 我想說飲料可以做成這樣 還好有點綠姑娘 而且價格其實沒有很貴 五十幾塊 我真的可以建議老闆做貢丸湯 那如果貢丸湯做冰德 很強很強 在想像 其實我覺得 你如果來台南玩 大部分都是外縣市想要來台南旅遊嘛對不對 飲料你其實也不一定要喝的好喝 對 你可以喝有創意一點的 對 我到最後才察覺到這件事情 手搖引 之所以手搖引 它有無限的創意嗎 對 真的好適合這個稱號喔 我後來發現一個點就是說 其實呢 台南這邊的飲料店 有非常多樣化 比如說像波哥 一天每天喝都覺得不會膩的 那或是你想要像這種比較有特色的 還有一點呢 我發現台南的飲料店 很多都有座位區 但在這邊我覺得是可以那種很愜意的感覺 對 然後還有一點 我發現呢很重要的點 在地的台南人 不喜歡喝太甜的飲料 喔對 對 我們其實之前排隊前面很多人都是點 綠茶 清茶 一分糖或是無糖 其實不一定台南人就愛喝甜的 只是呢 大家對他的一個迷思 對 台南人淡加一下好不好 你已經破除了迷思 我破除了迷思 但是呢 台南人對於美食的追求程度 是很高的 對 今天基本上沒有什麼採雷 我覺得很值得推薦給大家 好啦 那以上呢 是飲料鼓掌的台南巡禮啦 我覺得做一集可能做不夠 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還很好喝的手搖飲店 在台南 或是台南人在地推薦的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一集繼續來探訪 台南的好喝的手搖 好不好 你們想要看手搖鼓掌去哪邊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按讚 鈴鐺 那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 拜拜 我們不會聊的 呼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